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早的時候 袁國勇教授出席了商台節目 他所發表的言論 又引來了一陣的空洞 首先他提及到 今次全球大流行的情況 我們帶來了啟示 包括人類不尊重野生動物的生命 我們人類本來就已經有豬 牛 羊 雞 鴨 鵝來進食 但是有些人還不深足 還要進食其他東西 於是乎捕捉了很多野生動物一起聚集 令到他們的病毒互相交叉感染 出現了基因洗牌和重組 以致出現新的病毒 搞到現在這麼大頭髮 實情他今早在商台的這番言論 和當日他在《明報》所撰寫的那篇文章的說法 是如出一切 只不過上一篇 他那篇文章 被人在微博瘋狂轉載以後 洗到那些小粉紅的玻璃心破碎 圍插袁教授 所以他在即晚 撤回文章兼且道歉 但是道歉就不是 他說這篇文章的說法有誤 只不過是說守門之誤 所以袁國勇這番彈出彈入的策略 我覺得沒問題 第二個已經批評了 但袁國勇教授首先把實情 把真相 把他所相信的東西說出來 然後被人插 然後這次又再說 他說人類不尊重野生動物的生命 人類是指哪些 大家心照 除了這一波彈出彈入以外 大家記得 他昨天說過一番說話 批評特區政府那班高級官員 調以輕心 不見棺材就不流眼淚 他今天就著這番說法兩次道歉 他就說自己很緊張 加上又年紀老 用了那麼激烈的字眼 我又覺得沒問題 只不過袁教授可能他就不想得失那些官員 起碼他目前 依然還是林鄭所委任的專家顧問團隊 其中一員 我又會很理解袁教授這番處境 起碼他也是為香港好 他第一波都會說出自己相信的說法 之後他再怎樣收回撤回 或者道歉 就以後的事 起碼說了出去的說話 其實就已經印了在報紙 以及登了在互聯網上 收不回 所以他就算彈出彈入 我都覺得是理解的 遞過不行 因為起碼是袁國勇教授 他作為一個專家 他又不是從政 無所謂 總之第一波一定要說出一些 他自己相信的事 說出真相出來就夠了 接下來他就繼續說了 說德國的公民意識非常之強 做到的檢測數量又夠高 疫情控制得很好 而日本的公民意識也一樣高 他就認為中國人是應該學習的 同時他也呼籲 大家應該盡地球村公民的責任 不要花錢和花時間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 才可以在地球村安穩地生活下去 現在是點名字 說是中國人應該要學習德國和日本 那些小粉紅 現在未聽到 晚上再在微博風傳的時候 又去圍插袁教授 儘管袁教授很有可能 在他被圍插之際 又會再一次跪下 可能會道歉 收回或者撤回言論 但是我都會對他表示理解 起碼他第一次說了一些 他真實相信的說話 好了再說下去又怎樣呢 他就說 當去到最危急 尤其是生死關頭的時候 人性最黑暗 最自私的一面 就會走出來 例如有些人明知自己都不舒服 仍然還要去美容院 以及去酒吧 將病毒傳給其他人 也有些人攬搶這個物資 令到有需要的人 就不夠用 他就說這一刻 應該將人性好的一面展現出來 例如有醫護到機場協助檢測的工作 有市民做義工 人性的光輝能不能夠蓋過黑暗 從這些事件上就看到了 我就很同意 就是袁教授這一番言論 有些人明知自己不舒服 他不是去第一時間求診 而是繼續去約人吃飯 或者做一些根本上他不應該做的行為 這樣你就是害己害人 所謂 害人之心就不可有 防人之心就不可無 所以我就再三呼籲大家 不要再去那些罪餐 不要覺得難為情 生命是屬於你自己的 我再三強調 大家應該要拒絕所有的罪餐 不要邀約罪餐 不要看到那個朋友 哎呀好熟 不捨得推 或者是不好意思推 抗爭你都夠膽 推飯局都不夠膽 你回去放枕頭反省一下 這些人是 對不對 這些是什麼交情 在這個情況下 仍然邀約飯局 就已經是卑鄙無恥 賤格下流 不是說不光顧黃店 你可以叫外賣 自己回家吃 自己拿回去 工作單位那張桌子吃也行 自己做獨家村 這段時間 哎呀 特區政府是不會理你的 特區政府的防控措施 全部都是久留 大家唯有民間自救 民間自救就拒絕飯局 這件事很重要 不要懶得刺 有些人還在邀約飯局 周圍約人吃飯 在這段時間 最好的自保和保障家人的方法 就是拒絕罪餐 難聽這說句 可能你中了就沒事 輕症藥都不用吃就出來了 但你怎麼保證 你的家人 老婆子女 老爸老母 是完全沒事 又說要支持那些醫護人員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中 對不對 不是在家裡拍手掌 拍手掌是沒有用的 這些形式主義的東西 最好的辦法就是 不要中 就已經是支持那些醫療人員 減輕整個社會醫療系統的負擔 一定要記住 袁國勇教授的那些教誨才行 接著又說一下特區政府的垃圾防控措施 他們限制了食店 說每張桌1.5米距離 又說不准超過四個人一張桌 然後又說每間食店只准開一半的座位 總之這些措施全部都達不到防控目標 反而就是阻人做生意兼是妖民 完全是無聊 好啦 不要緊 你做這些措施 如果你是 執法的標準是一致的 總之不管你是黃店 藍店 紅店 什麼店都好 你都不會選擇性執法 沒問題 大家硬吃 你又不是 經常被人發現到 原來經常去黃店那處巡查 今天又有一間 叫做大渣哥茶餐廳 譚小環的老公開那間 他在網上就說 在兩天之前 食環署的職員先來檢測 到底那些桌子能否1.5米距離 拿一尺出來拉 當時 譚小環的老公 渣哥也在場看著 而且他也向食環署的職員說過 不少行家都在繁忙時間 被你整軍人走來巡查 到底搞什麼 這些完全是干擾別人的商業運作 吃完茶餐廳就沒事了 渣哥也在場了 今天又到警察踩上門了 就說有三名軍裝警員 去到茶餐廳那裡 就說收到有投訴 說你這間茶餐廳裡的餐桌距離 不達標 不夠1.5米距離 真是好笑 是不是真的收到有投訴 還是你自己去查 忠義是 傻的 有些市民反映說在網絡那裡 說打電話去投訴那些藍店 那些桌子不夠1.5米距離 說那些藍店根本沒有限制入座率 坐到每張桌的人差不多 不見你去查那些店舖 拍照出來 不見你發告票 傻的 有很多人拍照出來 你上去Facebook那裡看看 上去討論區看看 這些人不見你查 傻的 完全是輸打贏要的 煩人家拍到藍店不守規矩 你就當看不到 浪費 渣哥就說了 本來也免得說 但是看到有很多朋友關心 為免大家擔心就簡單說一下 在今天中午 當然就是最繁忙的五線時間 警察就說 收到有投訴 說那些桌子的距離不夠1.5米 就到了現場 發現完全沒有違規 逗留了三分鐘 安靜地離開了現場 除了一位教練老的 只是嚇了一嚇 跌了一條搶落地之外 什麼事都沒有 那你就是亂來的 是不是 那些黃店也要留意 一件事 不要只是一方面 罵這班人 選擇性執法 但是自身就做不好 他擺明就是選擇性執法 所以 那些黃店 一定就要保持 每張桌之間的距離 保持 餐廳的食客 不能夠超過某一個數字 不能夠超過四個人一張桌子 總之一定要自身的功夫做好 不要等他一來到 就有把柄握緊你 又可以出告票 又發錢 那就不值 那時候他擺明了選擇性執法 總之做好自身 千萬不要有位給那些巡查隊入 給他發錢 就很不值 如果真正支持你那間店鋪的市民 都很懂得做 看到你那些下堂食的座位滿了 他都懂得買外賣 所以不會有重大損失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